海东一名男子在凌晨跑到了洗衣店 撬开零钱箱窃取现金 一个晚上就偷了三家店 而且都是同一个业者开的 让业者实在是气炸了 拿这个红色袋子 男子头戴安全帽 拿着红色袋子走进洗衣店 但他的袋子里头不是装衣服 而是带了翻案工具 他就找东西在找工具 红色袋子是他的工具箱 偷切工具箱 切贼从袋子里掏出工具 老练的撬开洗衣机零钱盒 还不忘抬头四处张望 但这偷窃行径 早就被店家监视器露了下来 他自己就携带工具 那工具还蛮长的可以转动 很像就是类似螺丝起子 假洗衣真窃财 一号凌晨一点多 台东这名嫌犯 锁定连锁洗衣店窃取现金 而且一连偷了三家 都是同一业者开的 让业者好气愤 因为遭窃的现金 加上机台整修费 至少损失四万元 客人在中心店使用的时候 就发现洗衣怪怪的 根据这几天的一个清查 已经有三家被窃取破坏了 遭窃的店面 彼此距离不到五公里 也都在比较偏僻的位置 业者怀疑窃贼 是有地缘关系的惯犯 目前已经报警处理 也张贴公告 提醒其他店家 注意这位洗衣店窃贼 记者刘林强台东报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